中池连续10年维持4队规模,对战组合少,缺乏新鲜感,对票房带来考验,图联合报系资料照片,分享,最快2020年才有机会出现新军。 迈进2018年,中华职棒将进入第29个球季,这是中池从2009年缩编后维持4队规模,球队少到不能再少的地连续第10季,就算到了明年纪念性的第30个球季,人无扩编机会,堪称世界棒盘奇迹。 中池扩编问题去年一度炒得沸沸扬扬,目前看来没有实质进展,从中池官方定出的游戏规则看来,最快2020年才有机会在异军看到新面孔,这还是最乐观的进度,新军到底何时出现,没人有把握。 大联盟1993年从26队变成28队,98年起增至30队,日本职棒长期维持12队,比中值早8年开打的南韩职棒,一军赛事也从前年起扩增到10队,唯独中值从全胜时期的7队所成目前4队,打了快30年却是不进反退。 中值从1990年至今已出现6次扩编缩缩编的情况,各球团解散转卖和台湾大联盟恶斗,甚至放水丑闻收摊都是原因,长期不断变动后又缩成4队,老是无法出现第5队,更别说第6队,即将迈入长达10年缺一不可的迷你规模,整个联盟的产值落后外国职棒一大截,很难想象一个。 联盟已经打了28个球技,只有4队规模竟然占了15技,将要连续10技4队交手更是史无前例,尽管扩编队不一定是提升票房的良药,但对活络职棒环境,刺激选手实力都有帮助。 中值高层,各队是该好好想一想,如何加快脚步吸引企业加盟。 外转澳洲,日本冲绳棒界都对中值有兴趣,从现实面看来不太可能发生。 旗下拥有两支城棒队的起立娱乐公司总经理杨秦龙最近败会中值,也被外界视为中值第5队友谱。 但他强调短期内没考虑加入职棒,目前两支起立山湖队经营不错,先把业余棒球做好才是重点。 中值历年队数变迁至表蓝宗标分享。